五月上旬多伦多 这是一棵桃树 开的是桃花 看着满树的桃花 又开始胡思乱想 几周前我们来看过这棵树 当时还给大家分析了一下 我的粗浅的认识 上面只有几个可以结果的小枝 很短 英文叫它spurs 通常说那种枝是容易结果 但是所有的枝都能开花 如果你要只想赏花的话 当然了没有果子你只能赏花 不错吧 有更多的想法 咱们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它的名字 这里有它的牌子 非常好 叫Horo Diamond 它还专门告诉你 下面这是嫁接来的 嫁接下面的rootstock 就是真木 是relai Siamidorf 耐寒四区到五区 还专门写了self fertile 什么意思 果树往往是建议多颗互相受粉 那么它这一颗就可以自己受粉 受粉的结果就是能结更多的果 或者是互相受粉的话 结果率会更高 即使是自磕自己能够给自己受粉的情况下 有多颗受粉也能提高 我相信啊 我猜的啊 我猜的也能提高它的作果率 结果率 但是这一颗不知道什么原因 它只有几个spurs 那种能结果的小短支 几个原因 我分析一下 从它的树形看 应该是接近成年尺寸了 应该是 早就应该是进入结果期 可能还没到它最结果最旺盛 最丰硕的时间 但是应该结很多果了 或者说它应该有能力 足够老 结很多果了 但是几周前的观察 它只有几个spurs 所以令我感到困惑 什么原因呢 我分析吧 第一 它日照不够充足 你看那边有个高楼 下午的阳光可能就被遮挡了 当然了 今天是 现在是中午时间 现在是阴天 另外一个呢 刚才我们看它名字了 也许就是这个品种 它就是结果碗 碗熟品种 第三就是 它孤零零一棵 这一小片果园 只有这么一棵桃树 如果要是有两棵以上的话 也许效果会更好 但它自己成熟度不够啊 它spurs并不多呀 你再多了 它对它没什么帮助啊 再有一个 我又瞎想 它每个开花都有雄蕊蚊 那么受粉以后 那么下子会出现什么情况 还有一个原因 没有看到很多的昆虫 你看偶尔会有小苍蝇 也就是说 没有昆虫帮它受粉 所以导致它结果不多 我从来没见过结果啊 从来没见过 观察好几年了 不管怎么说 结了果也不是我的 但是呢 赏花是人人的 你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